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 要使万子谁在勾子下 把法贵抬进万子内 这万子要将圣所一获知圣所隔开 所以第二个就是律法版 就是那个成功 所以你会看到上面律法版出现的是什么时候 第一我们知道这个马纳出现什么时候 就是他们根本生活不了 他们过活不了 他们说我们回到埃及更好 那时候他们面对马纳挑战 但是我们讲的律法版是什么时候 我们讲的律法版其实就是西乃山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怎样 他们不知道前路是怎样 在那个过程当中摩西走上去 他们一个四十日 即是直成这四十日当中 他们都不知道怎样搞 当他们自己 在人生当中 就面对这个金牛族的 这个试验 就是说他们财富也有 但是问题是他们 为他们自己的 所谓前路 在这一步旁旺 原来在我们 由穷变有钱 或者由有钱变穷的时候 我们在成长过程 不是初信 在成长过程当中 有的冲击 有的缺乏 有的旁旺 有的迷茫 有的金钱里面的试探 每一样东西都会导致我们 会选择另一样东西 宁愿不接受这个虚无的神 我们选择这个金牛族 但问题是怎么回事 在那个过程当中 有人是夸性的 就是约书亚 约书亚不是自己走上山去拜神 不是的 他是守着在摩西身边 是不是 这就是说 连第二个都说 你和受高者之间的关系 就是你和受高者之间的confrontation 而他们每一个独立 不能去寻找到神 其实每一个都不行 但是当他们和摩西断纳 就连丁和神之间的关系都断了 他们立即就拜金牛族 那里是强调了他们和摩西的关系断的 就是西利山 强调了他们已经想着他死了 明白吗 这就是告诉你整个故事 告诉你一路这群人和神 他能够维持他的信仰 甚至弱书有世代维持他的信仰 也不是因为他们和神有一个联系 而是和宗宝有联系 他不是和任何其他垃圾中宝 他能够在那个时代当中 甚至再数到来的1500年当中 最认识神的那个摩西 的关系一断就出事了 那里就是约柜 所以告诉你 约柜很有趣的 约柜的三件物件 是永远是一群人和一个人的矛盾的 那群人可以是三群不同的人 但是那群三次都是同一个 那还不清楚 为什么会选择 好选择不选择 他可以在埃及的时候 在汗海底选择一些东西 摆入药櫃里面 他又可以在埃及临走的时候 选择了法老的资像 或者皇冠 摆入药櫃里面 他又可以在 抗亿里找很多东西 但是为什么神用这些呢 因为这三件事 全部 都是在说一件事件 就是 真真正正 全部都是纪念了 一群以色列人不肯被摩西大 其实都是记载这件事 我问一下主耶稣时代 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龙之后 这些问题是什么 一直在说圣殿 一直在说捷径 捷径是什么 当时 每个人自己去求神拜佛 每个人去找耶稣 你知道吗 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 每个人不服耶稣 你还不见清楚 每个时代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 你会不会在那个时代当中有限 在几千年里面 或者几百年里面 你遇到 前后几千年里面 最受高的那个受高者 其实那个才是终极 那个才是最终极的捷径 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十二门道就好了 那就是终极捷径 就是接触了主耶稣 约书亚就好了 那就是终极捷径 他接触了摩西 那就是终极捷径 所以你会看到 去到第三样 第三样就是 那些在信仰上 已经不单止成长 并且 属灵Leader 就是在说 权杖 我们看到很多失败者 荷拉加党 米尼亚 阿隆 这些 失败者 他们是同摩西 如果以背份来说 起码都同摩西 平起平坐 印尾的 第三样就是 就是 另外的11支 《以色列十二个族》 他全是一个象 都在神前 看师。ア隆那一支 就是繁热 İ поддерж 所有的第三个考验 混在信仰上 institutions extend 去到第三个功能 有数众 有些人有初信,但有些人在信仰当中持着一路成长 有些人已经成为长老级 但他们的问题都是一样 都是与摩西互相互争 并且他们的互争还要理直气壮 现在我们回去看见第二件事 我们将这个圣殿的模式也看到 但这模式有没有圣经有没有第二种方式的表达 而让我们知道和这个中保的关系 是决定了他们的捷径 就是最后的那个圣殿 那个圣殿是什么圣殿 是婚言 婚言有什么特别 婚言就是他里面每一个负责的人 我不管其他人的婚言 我说的是你的婚言 譬如你和你老婆的婚言 首先那群殿殿一定是和你们的关系好些 但通常太太结婚要找伴娘 她会找仇人做伴娘 她会找一个不懂的人做伴娘 就去决定了整个婚言排序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 要使曼子谁在勾子下 把法桂抬进曼子内 这曼子要将圣所一和知圣所隔开 到时面前 抱心我将自乐圆 清早上帝 令我赞你再奉献 做世事混变 但我心形始终不变 以我而知 送上全情的根主人献 高尚 莫魂诗篇 将心意外念变千变 默默成风 净香制 神变了万部赞美 神灵光 今朝映 情言色彩光线 力量荣耀鲜美 有缘成所 揭示光辉 及我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